天主,普世都要朝拜祢,歌颂祢,全球都要歌颂祢的圣灵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里同在,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自希伯来人书的内容,昨天我们看到了有关诗记 那实际是,地上跟天上的实际是不一样,地上的实际有缺点 天上的实际是完美的 那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前后,前面的盟约跟后来的盟约是不一样 以前的盟约,在旧约的时候也有缺点的 那将来新的盟约是完美的 那这个将来的盟约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盟约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天地万物的同志者,求你人生的福听,你殖民的祈祷 使我们今世得享你所赐的平安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去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至西伯来人书 弟兄们,现在耶稣已得了一个更拙绝的职务 因为他做了一个更好的盟约的中宝 这盟约建立在更好的恩许之上 如果那第一个盟约没有缺点 就没有寻求另一个的必要了 其实天主旨在以明说 看啊,日子将到 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 不像我从前牵着他们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时 与他们的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恒心遵守我的盟约 我就不照管他们了 上主说 这是我在那些日子后 与以色列民定立的盟约 上主说 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头脑中 写在他们的心坎上 我要做他们的天主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那时 谁也不用教训自己的同乡 谁也不用教训自己的同胞说 你要认识上主 因为不论大小 人人都比认识我 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 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 既然说是新的 就把先前的约宣布为旧的了 凡是旧的和老的 都已面临消逝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上主 求你大发慈悲 赐给我们救恩 他的救恩只适于敬畏他的人 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慈爱与真诚要彼此相逢 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 天主的正义由天上服事 世人的忠诚由地下出生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主要彼此相逢 主说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共读圣马古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上了山 把自己所想要的人找来 他们便来到他面前 他就旋律十二个人 要他们同他藏在一起 派他们出去宣讲 并能驱逐魔鬼 他旋律十二个人是西满 耶稣给他起名叫波多 在波多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弟弟若望 并给他们起名叫波纳尔格 意思是雷霆之子 安德佩里路茂马道多莫 阿尔菲的儿子雅各 大多很热忱的西满 以及出卖耶稣的 伊斯加瑞人 尤达斯 上主的圣言 祈祷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我应该很久了 很喜欢爬山 我没事 这个我想已经分享了好几次 我没事如果有空放假 要找我 应该是在山顶找我 我最喜欢的就是去河环山 河环山有很多很多的顶可以爬的 有北风 有竹风 东风 西风 除了这些风以外 还有更多的在等待着我们去去看的 去爬去找的 我最后一次我去爬的时候就发现了 我看到了有一个路是小小的路 要爬上去的 发现这个好像是不是很热门的一个顶 但是风景也是很漂亮 我最欣赏的就是在主风 这个主风在下午看那个云海 在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云海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喜欢爬山 在圣经在福音里面 耶稣也是喜欢爬山的 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福音 耶稣爬山 爬到山上 那他到了山上 在上面他所做的为了什么 为了看云海吗 为了看日落吗 像我所做的吗 不是 耶稣爬山 因为有他一个隆重的事情要做的 他爬到山顶 以后他就召叫这些他所想要的人 选定十二个人 以后后面我们看到的 耶稣就选定了这十二个人的名字 说完了 选完这十二个人 在英文的版本今天的读经 耶稣就回家了 所以我们看耶稣爬山 到了山上 选定十二个人 选完了 回家去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非常非常的清楚 耶稣爬山的目的 在平地的目标 不是为了看太阳 下山 为了看云海 是因为在山上有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隆重的 不可随便做的 其实他要选定门徒 他可以在平地 在平地 这么多这么多人来的时候 就看到你来 你来 你来 你跟随我 就可以了 但是在马尔古的版本里面 刚才所看到的 他到山上 在山上选定 所以这个选 选他的门徒 这个不是随便的工作 不是随便的事情 是一个隆重的事 那从这里 我们看在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想起我们被招选的那一刻 我们要成为基督徒 要领起来目道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属于是一个神圣的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目道的时期 这个是我们要爬这个山 在山上与耶稣相遇 那我们看到修士们 他们被招教了以后 他们要到修院 有一段时间在修院那边要学习 这个等于说 这个也是隆重的 这个爬这个山 到了山上被耶稣 说确定你来跟随我 所以这个耶稣的爬山 是非常非常的隆重的 告诉我们 我们被招教不是随便的事情 天主是隆重的选定了你 选定了我 我们也要珍惜被天主所选择的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些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解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向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属性的弥撒奉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 及一切恩人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理秀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障你的职业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上神的恩宠 求你把恩施 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及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坐下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光合而明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当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谁造这美丽笔花儿 笑得全消耗得 谁造这美丽笔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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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主圣庙的照花儿 叫我真不爱他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